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清西北 月转星宇 修罗界各大邪族事务 邪四大凶手偷渡人间 幸得女娲普天 终止邪族势力的境遇 千万年来 姿态与男 四海生平 然三千年前 七彩神石中 一颗紫硬神石 遗落于布州山脉南部的一座蜂王之地 女娲左下灵狐族 则被派遣下界守护神石 世代于此修炼圣下 故此蜂王被称作灵狐仙山 修罗界一方是两牙妖族 更是彻此神石不死 如今三景 盘于布州山北部的黑温山 使徒夺识 随时长发几位灵狐一族的地困 本作剥取万年寿远 修炼成可护灵狐仙山千年周全的守护结界 而如今千年大县将至 狼牙妖族的势力却日益壮大 我灵狐仙山的守护结界欲见薄弱 唯今之计 只有找到华旭氏占领的转世者 才能保灵狐族守护神石的万年基业 华旭氏占领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华旭氏是战神的后裔 欠于守住结界最远处的华旭仙界 想必你们都知道 便是用占领自身的精血 炼制而成的神器 传说数万年前 占领便是用这把仙剑 击杀了上古四大凶兽 获得人族平安 现在只有占领的转世者才能驾驭 怎么样才能找到占领的转世者呢 我们还是继续听师祖说吧 天道指引 只有神识的传承者才能寻找到占领转世 所以我们当务之急必须先寻找出传承者 加封灵狐圣子 仙山之巅的静狐中央 便是那神识坐落之处 明日清晨时分 你们需在霞光分散 七彩共存之时触摸到神识 而神识自会从你们后背狐足当中 挑选出有缘者 有缘者 谁会是有缘者 是啊是啊 是谁啊 我觉得鹿颜兄长最有机会 能够得到天道的青睐 是殊荣 更是宿命 身为我灵狐族一员 不论是否被选为圣子 都肩负着 保卫我灵狐族的重责 为守护神石 贡献自己的力量 器血乃至生命 任重道远 我们绝不能辜负 女娲娘娘的托付 可听明白 弟子明白 严大哥天赋一比 仅修炼八十余年 便可化为人形 资质啊 远在那鹿颜兄长之上 是真正的天道宠儿 依小弟看 本次选拔完全多此一举 直接加封了严大哥得了 要你多嘴 鹿云兄长已年过三百 不在后辈之列 连参选资格都没有 而你 资质平平 跟我自然是比不了 能够化行为人身 已经是不知走了什么运气 严大哥所言极是 小弟自然不可以与严大哥 相提并论 圣子之位 我志在必得 大话别说得太早 鹿云兄长 天道大义 岂是你我有资格往家揣测 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尤为要紧 兄长所言极是 而今这分内之事 就是夺得圣子之位 替老祖和长老们 守护好这圣山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要紧 花落谁家 可不是凭你空口白话就能得来 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不像有些人 年龄已过三百岁 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 你 充其量 也不过是个 看门的护法 道不同不相为谋 只要灵狐族安好 我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并不重要 师祖说 认重则道远 不论是身为圣子 或是灵狐族的其他弟子 只有身负其守护之责 才能走得长远 一味看重虚名 自然死路一条 陆凡 随我回去修炼 陆白哥哥 陆白哥哥 陆凡 陆白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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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睡呀 你怎么还在睡呀 陆凡 晋湖圣子的大日子 天还没有亮 大家都去了晋湖 你怎么还赖在床上啊 选圣子是那门弟子的事 我自知这么差 轮谁也轮不到我身上 你自己去吧 我再睡会儿了 别睡了 就算咱们没机会 也可以去看看嘛 神石在晋湖的中央 可不是经常有时间 能够进去离开一眼的 我不去 不想看 不好睡 起来嘛 起来嘛 我的好哥哥 走嘛 走嘛 快点呀 六白哥哥 别错了 我去 我陪你去可以了吧 我去找你了 你怎么没有 你做到那钟 他看了 我来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没有 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 天啊 我去找你了 时辰已到 开始吧 在这里 陆白哥哥 你快点呀 颜大哥他怎么了 哇 绅士好漂亮呀 这有什么好看的 真没意思 木白哥哥 你怎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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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天道开宴 圣子出现了 陆白 竟然是陆白 什么选他 严大哥 这小子少烦我 想不到天道选出的圣子 竟是我陆青衣门下 哦 陆白是你青衣门下的 是的师父 他是我门下外门弟子 外门弟子 陆白虽是贫贫 但他为天道之选 往后还需青衣长老 悉心教育 师父放心 这是弟子本分 赵鸭 是 一 将军 你 一 一 一 灵狐族果然开始采取凑选 山主 灵狐族将神石坠到了这个黄毛响的身上 这小子是顺眼天意选出的圣子 我们可不是天道的对手 天道 我们来自三界之外的修理者 这三界内的天道 跟我们有很干系 圣子狐 不过是个黄毛小儿而已 难道还比神石落入九尾赤狐那个老东西 更棘手不成 山主所言及时 我狼牙一族与这灵狐族对立了几千年 若不是九尾赤狐这老鬼敢牺牲万年寿元 来修炼出这护山结界 本座早就无法容忍他们的存在 神石一日得不到手 本座就实不知味寝不安枕 我们只要得到神石 借其法力 我狼牙妖族的势力 在这六界之中 必将无人可敌 现在神石在这小儿手里 护法你知道该怎么做 山主放心 护法知道该怎么做 只是属下以为 神石乃上古神物 据说威力强大 若是这小子得到神石帮助 这 据本座所知 这神石之中的法力 对付凡人并无作用 而你我并非凡人 为君之计 就是要趁着 这小儿未能激起神石的灵性之前 去取得她的性命 山主 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情 山主 你不必再说了 请愿 行大事者 何必畏首畏畏 方姐 一切都在 本座的掌握之中 是 属下 谨听山主教会 颜大哥 灵狐圣子的受认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回去吧 灵狐圣子 他有什么资格做圣子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可是 颜大哥 我是怕师祖到时候会怪罪 嗯 嗯 叶仗 胆敢来我灵狐仙山 小妖 休得无礼 本座此次前来 并无恶意 再说 你们在这大阵的屏障之中 我也进不去 除非 你这大阵的屏障 形同虚设 当然不是 我这大阵 故若金汤 你根本没有进来的可能 不要紧张嘛 本座此次前来 确有要事 我胡族与你黑风山 势不两立 你有何要事 你走吧 好啊 如果对胡族的圣子之位 不感兴趣 那 你们就走吧 你知道什么 本座知道什么 本座 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 本座确定知道的是 你又夺得圣子之位之心 现在已经晚了 圣子之位已定 我没有可能了 确不知道 是否还有夺位之意 夺位 怎么夺 只要你听我的安排 我必定祝你夺得圣子之位 我得了圣子之位 与你黑风山 没有任何好处 你会如此好心 只要胡族 愿意归顺我狼牙一族 从此以后 我们便 井水不犯河水 你休想 若要让我胡族归顺 除非女娲娘娘下令 严大哥 我灵狐族 受黑风山 威胁已久 若是能保住根基 暂时答应他 也不是不可以 你想叛变 不不不 严大哥 那狼牙妖族的势力 日益强大 我灵狐仙山的 护山大阵 实现一道 我们胡族 依旧是死路一条 不如暂且先答应他 待他帮大哥 夺回圣子之位 咱们再行打算 怎么样 想清楚了吗 那你先说说 你想怎么办 非常简单 只要杀了圣子 凭你的自治 再加上我狼牙一族的助力 助你夺得圣子之位 那是轻而易举 杀了圣子 圣子和鸣 弟子陆白 参见师祖 起来吧 陆白 你已是我仙山圣子 神识与你融为一体 现在需要你去凡间 寻找战灵的转世者 我灵狐仙山的安危 就细于你 与战灵转世者的身上了 弟子遵听师父吩咐 敢问师父 弟子区去哪儿 才能寻得到这样一位 占灵的转世者呢 我已为你补了一卦 卦象显示了四个字 龙溪于东 本座猜想龙即皇室 而东方便是大宁朝主城的方向 你可能需要进皇宫之内寻找 除此之外 一切皆只能随缘 神识附身 你便多了一重护身的手段 只是这神识威力 只能对付仙 魔 妖 鬼 对付凡人却是无效 你一定要小心 弟子遵命 陆寅 弟子在 送圣子下山 遵命 真没想到 你资质平平 居然能被天道所选中 成为圣子 这是你的福气 更是你的责任 希望从今以后 你能以灵狐仙山的安危为己任 这样才不辜负 师祖和长老对你的教导 是 兄长 陆白谨记 人世凡间 可不比山里 人世间 处处都充满了鸣枪暗箭 和勾心斗脚 你要万事提防 多谢兄长提醒 陆白谨记 为兄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你 这个守命锁 是我过世的师父 陆清燕长老所留下的 可保原神不灭 你留在身上 以防万一 这 兄长 这太珍贵了 万不可收啊 你休要多严 我生生世世与胡族共存 若是真有万一 这守命锁也起不了多大做好 叫你收下 就尽管收下 那 兄长 我就肯定不如从命了 嗯 此去人间 有许多位置都在等着你 你要多加小心 嗯 我会尽快把战领转世者 带回山中 好 我送你下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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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狐狸 终于等到你了 你是黑风山的 少废话 守死吧 小狐狸 黑风山的畜生 与你无冤无仇 何至于感情杀绝 小狐狸 死到临头你还口出狂言 我告诉你 若着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强者杀你 又还是被冤仇 小狐狸 你以为使用你狐狸的秘法 燃烧金血就能逃出我的手吗 我告诉你 没用一次 就会消耗你的体力和你的法力 等会儿 更容易击杀你 无论你把动物为了 但是 你没想到这神石的威力 虽说我功力尚且 发挥不出神石万分之一的威力 但凭你想要抓住我 也是妄想 臭狐狸 下次别让我碰见你 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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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探子殿下 探子殿下 据探子来报 敌军处扎大六百里外 我估计他们这两天 也不会提前进宫 这样也好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预谋筹合 天色一晚 南宫大人 不如我们在此安营 扎寨如何 也好 赶了一天路了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倦胆了 好 朝我命令 是 太太殿下 所有人 安营加战 上 殿下 此次出征 皇上原有意让二皇子殿下礼君 可是二皇子百般推诿 还一个劲地举荐殿下您 使得殿下受得如此之苦 属下就是为您感到不平 休等胡言 拾君之路 忠君之事 本是为人臣子的本分 况且本宫身为太子 理应为国分忧 二哥举荐 本宫做此差事 也是为了魔力本宫 而等莫作长蛇妇 殿下教训的是 这么可爱的小狐狸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休息 受伤了 殿下 殿下当心 这野外的狐狸性子可烈得很 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怎么会伤人呢 殿下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还是回营赵休息吧 也好 把这小家伙也带回营中 这万万不可啊殿下 如果这野狐要是伤了殿下 那该如何是好 若是我们不把他带回营中 他在这野外有如何存活呢 这 无许多言 本宫已作决定 因为我们不把他带出去 你不在买 你不在买 就走 你不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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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没有 你不在买 你不在买 我 看来恢复得不错 已经可以自由走动了 可不是吗 托太子殿下红服 就你会说 我们出去查看一下吧 让小白在这好好休息 小白 对啊 就叫小白 好了 走吧 走吧 太子殿下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累 但现在是关键时刻 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是 殿下 太子殿下 你们几个都精神点 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是 杜卿啊 赶了一天的路 您也累了 早些回去歇息吧 好 殿下也早些休息 属下告退 太子殿下 北地大军已贩入边境 侵吞边境城持四座 兵头军队距离我军大营 大约只有三十余里 请殿下指示 这北地蛮子动作为何如此迅速 据探子所报 北地大军在六百里外流了一队人马 而主军却暗中袭来 掌眼法 立刻派遣使者前往调解 尽量拖延时间 是 我们派出探子的事情 这北地军队是如何知晓的 参见太子殿下 南宫将军 北地大军进犯迫在眉睫 想必你已得知 本宫已派使者前去交涉 怕是也拖延不了多久 将军如何看待此事 禀太子殿下 我军所处之处乃薄龙谷 此处四面环山 虽一手难攻 可后无退路 我军的援军 至少三到五个月才能赶到 恐怕到时候 粮草必定会有所短缺 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 这该如何是好 依小人之见 可以让两国的使者 先进行交涉 然后我们再趁夜上山路 推迟三到五日 危机方可解除 绝不可能 莫不说 守不住这座城池 父皇怪罪下来 你我都首当其责 我大宁男儿 铁骨铮铮的汉子 宁可战死沙场 绝不能临阵逃脱 况且 现在使者在他们手上 必定会性命不保 哪怕是一人的性命 我们也绝不能为了达到目的 就去牺牲 这种卑鄙的事情 本宫做不出来 太子殿下 将军 请先回去吧 容本宫再行考虑 是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 殿下 参见殿下 何事这么慌张 南宫大人从前线送来击剑 盛上来 是 都退下了 是 殿下 萧锦辰的军队已被引入伯龙谷 小人已通知北敌大军给萧锦辰示意障眼之法 松起提防之心 现已得手 只带北敌大军进宫 好 这萧锦辰一子 太子之位便是本皇子的了 太子之下 你 你是 你叫我小白 小白 你 你是那狐狸 你是人还是妖 我既不是人 也不是妖 我是狐仙 是女娲娘娘 坐下的灵狐族的圣子 我叫陆白 狐仙 陆白 实在是太奇妙了 有时常听宫中乳娘 给我讲述 女娲补天 和四大神族之类的故事 本来以为只是传说罢了 没想到 今天居然会被本宫所遇见 这并不稀罕 这世间 还有千千万万种生灵 都是你们凡人 没有见过的 对了 还没有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用谢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又不是人 对了 若你身体恢复好了 就抓紧时间逃命吧 敌军马上就要攻来了 敌军来了 击退便是 说来容易 敌军使用了障眼法 意图将我们一网打尽 这敌军也会法术 不是法术 是一种计谋 我有办法 大将军 这安静得有点奇怪 会不会有诈 是你太敏感了 这大宁散兵气数已尽 闻风丧胆 恐怕 早已弃盈而逃了 给我四处看看 是 将军 没有 将军 没有 也没有 将军 没有 阿宁 小活蛋 还不算什么本事 这群老虫 可看与我北敌大将堂堂正正的爱诚 兵不厌仗 况且是你的放假消息在先 若是个阴谋 你这北敌也不落下风 这王头小儿 还也要人的狗命 你这儿是个阴谋 啊 啊 这里 踏破铁鞋 容易 就要怪我 我们不信与北帝作对 要怪 使运不驾 兄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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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殿下 这次我们大伙全胜 皇上一定会对殿下大家包赏的 你知道本宫从不在乎这些虚物的 是是 殿下 南宫将军去哪了 这两日一直没有见到他 他呀 前两日主动请应 押借北黎人质回宫去了 这二皇子向皇上举荐的这位南宫大人 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二皇子也是好意 南宫号是二皇子的亲信之人 推荐他给本宫 也是二皇子的一番心意 殿下就是太心软了 若是属下 定不会留这种无用之人 就你话多 这次我军可以以赏胜多 殿下真是智勇双全 属下着实佩服 这次大败北敌大军 着实要回宫你一个人呢 是谁呀殿下 天色不早了 驾进赶路吧 驾 大家抓紧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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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切 宣皇太子觐见 儿臣参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儿平身 谢父皇 众位爱卿 太子这次击溃了北敌大军 更是俘获了敌军大将 又为了大宁立下了汉马功劳 朕要重重赏赐啊 谢父皇 只是关于赏赐 儿臣既不缺奴仆与绫络 更不缺金银与珠宝 儿臣想将父皇的赏赐折成现银 捐放民间 博施救济 难得太子有如此胸怀 朕就依你的意思办 传着旨意 以太子的名义 大放天下粮仓 儿臣叩谢父皇 起来吧 行星作戏 虚伪得很 父皇 其实这次儿臣能够大败敌军建立战功 也多亏了皇兄的举荐 父皇 这些都是四弟的功劳 跟儿臣没有半分关系 儿臣也不敢忘分功了 此次军功 虽说是景臣所建 但是景汉也有举荐之功 朕要一并重赏 儿臣叩谢父皇圣恩 起来吧 父皇 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但家无妨 此次战役 有一名小将叫陆白 十分骁勇善战 并且屡见战功 儿臣想求父皇 将此将赐予而臣 做贴身护卫 皇儿 这等小事 就不用跟朕商量了 作为太子 身边 怎么能没有一个人服侍呢 这样也是多有不便 朕就依你的意思了 谢父皇 众位爱卿 今日早朝已毙 退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小白 这是本宫从小最爱吃的糕点 你尝尝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 是你救了大人 其实 我并没有帮什么忙 是你们发生太笨了 不过 人间的食物真的很不错 你的烦人真会享受 那你多吃点 这些都是你的 对了 我今天还求了父皇 让你留在宫中 我有说我要留在宫中吗 莫非小白 不愿留在宫中身边 要是每天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奉上 我应该会留下 那就好 多吃点 南宫昊 你说过这次妙计 定能除去萧景臣 可他为何仍好好地 在我父皇面前邀功 你作何解释 殿下息怒 小人本想着将萧景臣 已向他四面还山的死路中 然后将其杀害 可是 没想到 萧景臣也是个 金鱼算计之人 忘了低估了他 无能就是无能 休得再找借口 小人请求殿下 再给小人一次 将功赎罪的机会 将功赎罪 南宫昊 就你这个榆木脑袋 还能够有什么计谋 殿下 听说 前几日将北渝室进监 汇报了江北落灾的事情 对 确有此事 当时我也在场 还与那萧景臣 起了争执 这自然灾害的事情 一直都是由本皇子负责 他萧景臣凭什么 与本皇子要功 殿下 您就把这次机会 让给他 让给他 什么意思 萧景臣现在显出东宫 想要将其杀害 甚是不易 我们唯有等他出宫之时 摆通江湖上的杀手 让他们扮成北敌刺客 在宫外 将其一举击杀 就算是失败了 我们只要控制他们的家人 自然不会缠到我们的头上 好 就这么定了 明天朝堂之上 我一定 向父皇举荐萧景臣 去参加此次赈灾 但是 后面的事 你一定要安排好 记住了 小人明白 殿下 小人先请告退了 退下吧 是 废物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滋文 淮南林亲王 梁振之女 梁若琪 封号 昭平郡主 贤熟大方 温良敦厚 品貌出众 太后与朕 功闻之甚悦 经皇太子年过二旬 试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执昭平郡主 待宇归忠 与皇太子 堪称天设地造 未成家人之美 特将昭平郡主 许配皇太子为太子妃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与青天剑见证 共同操办 责良辰完婚 布告中外 贤史闻之 亲此 谢父皇龙恩 父皇万岁万万岁 有劳公公了 应该的殿下 殿下 您身为储君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吃喝用度 不考究也就罢了 这偌大的东宫 连个仆人也没有 这怎么合适呢 本宫 生好喜欢安静 最不惜人在面前 晃来晃去 看着心烦 哦 那奴才先行告退了 公公慢走 小白 小白为何不悦啊 没什么 岂有此理 父皇竟然把齐妹妹 赐婚给了萧景臣 殿下息怒 据说 这是皇太后的意思 那皇祖母 是不是老糊涂了 我与齐妹妹 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而那萧景臣 和齐妹妹相识 才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怎能比得上 我与齐妹妹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据说 这是昭平郡主 自己要求的 她说 与萧景臣 自小青梅竹马 已私定终身 不过 这个萧景臣 也没有几天活头了 就让她先得意着 到时候 好戏还在后头 敢抢我萧景臣的女人 我与她势不两立 我一定要她死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位爱卿 平身 谢父皇 众位爱卿 今日上朝 有何事要议啊 启奏陛下 微臣前几日所奏 江北涝灾之事 尚未得到缓解 还望陛下早日定夺 江北涝灾之事 朕早就做了决断 朝廷已经决定 拨出五百万两 用来赈灾 周爱卿觉得 意下如何呀 皇上 江北地区的防涝工程 一直都甚是严谨 所幸 这次受灾面积并不大 五百万两赈灾银两 已绰绰有余了 陛下圣命 那么 此次赈灾 钟爱卿觉得 选择何人来督办此事 最为合适呢 父 父皇 儿臣依旧斗胆自见 儿臣深知 地区灾害事宜 关系民心民德 儿臣定当竭尽全力 完成赈灾事宜 望父皇恩准 父皇 俊涵 有什么话 担讲无妨 父皇 儿臣以为此次赈灾 四弟前去 最为合适 那你倒是给父皇说说 为何合适啊 四弟以皇储之尊 虽闻达于君事 也须奸济天下 今设内政 若有四弟亲王 必可为国分忧 也可掌太子之权威 此次涝灾水患 并不算十分严重 四弟至谋恋达 儿臣料想 四弟至之 儿 水患必处 仅还言之有理 众位爱卿 你们可有异议啊 臣并无异议 臣并无异议 好 那就由景臣 亲自督办此事 即日启程 儿臣 遵旨 殿下 喝口水吧 殿下 这次江北震灾 朝廷下播的五百万两白银 我们只花了一半不到就解决了 而上次淮南地区洪灾 程度相当 主持二狂子前往震灾 却足足花了八百万两 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民怨 在他们那些人眼中 震灾事物可是一块大肥肉 他们岂能看着就有水不漏 就算恶福遍野 他们又怎么会放在眼里 所以 殿下这次极力自荐 亲自前往震灾 好了 天色不早了 抓紧时间赶路吧 是 是 殿下 我们快走 我来挡住他们 现在不是成龙的事 大家一起上 殿下小心 赶紧 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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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杜青 杜青 快走 杜青 杜青 撑住啊 杜青 撑住啊 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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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可恶的卑鄙贼人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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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就是我 刚刚有动力的先例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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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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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驾 驾 驾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静 静晨 我在 我 我快不醒了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有钱 很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你先好好休息 等 你好多再告诉我 我现在就要跟你说 不是 再也对不起 天风惊惊 你一定要求求我 我走 好 我答应了 请你好好的 我什么都答应你 不惊认你的意义 似乎你就是 你送什么 从这 你送什么 我还想起来的 你就是我 心肠 你现在 你现在 我心肾 你心肾 就是 哪个人心中 你漫长忧愁 是 手心的 是 哪须是 常会的 这一生 谁牵旧 是天 你不信守了 我以为 只要你忍不清 你我的自己 夕阳相相 你快告诉我 你快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好起来 我修理不作 都有 那单真情 也是我的法力极限 我灵犬已经 无求意 你重现绝对白云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有事的小白 有问题 你偷懒 allons 有 having 好 你真不知道 你 corazón realizing 不会是 自己的 缘個 打 有 我 记者 你先生 這不是 我找你 現在 不是 我 不是 你救你 命 誰的 小白 小白 好 我這就去凝虎先生找你師父 我会有事的索白 我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要扯上去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夕阳强相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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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